时隔五个月回归的Winner 于上月中发行了迷你专 并以主打歌阿耶参与各种音乐节目 尽管受YG整个公司声誉骤跌的影响 部分高校在校庆祭抵制YG所有艺人 但Winner依然受邀参与了一些校庆演出 5月30日在京畿道龙人市龙人大的舞台上 Winner演唱了多首歌曲 同时也与现场学生热情互动 歌曲加上脱口秀 整个表演接近一个小时 没有一秒冷场展现了传说中调动气氛的组合剂 然而或许是地板掠滑 又或许是现场的热情 让Winner惠于投入 队长江生润在演出时 一个踉枪不慎摔倒 江生润迅速站起后 向台下观众示意自己没问题 第二天继续跑行程 参加首尔的西京大校庆 第三天在首尔开签售会 状态一如平常 但在签售会后的回家路上 江生润被目睹佩戴护警 第四天YG突然发声 称江生润在当天人气各谣的彩排途中 护感颈椎刺痛 紧急送医就诊后 被诊断为颈椎锥肩盘突出 在医生的建议下 不得不缺席当天下午 人气各谣的打歌行程 其余通过SS与粉丝沟通的江生润 每在一所高校演出完毕 都会上传测拍并感谢该校级学生 缺席人格当天 江生润也更新了推特 向担心他的人致歉 并保证会净愧康复 和成员一起重回舞台及签名会 粉丝则翻出Wing Who's Next时期的视频 指出江生润当年就因过劳导致颈椎痛 如今救急复发 只希望他一切以健康为重 安心养病 凡身养病 凡身养病 百党 哇 太厉害了